中国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也因此有着悠久的航海传统。 自唐朝以来,就有了泉州、广州、明州、扬州至中国古代四大港口。 而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奇迹历时28年,航程十万余里,拓展海上丝绸之路,至今还在影响着世界的进程。 说起大海,我们新潮澎湃,而要了解关于航海的历史,就要说到今天的主角,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它是我国首家国家级航海博物馆,位于上海滴水湖畔,建筑面积46,434平方米,室内展馆面积21,000平方米。 馆内以航海为主题,博物为基础,分设航海历史,船舶,航海与港口,海事与海上安全,海员,军事航海六大展馆,渔船与辅渔,航海体育与休闲两个专题展区,并建有天象馆,四地影院,儿童活动中心等功能。 通过指南针,大比利现代钢船模型,驾驶式,航海模拟器,航海导航技术等展品的组合展示,数千年的中华航海历史如同一幅画卷徐徐展开。 这里有丰富的航海历史,这里有从古到京的顶尖造船技术,这里有充满魅力的各式航海器具,这里有寓教于乐的三地航海模拟器,这里有精彩分成的军事航海知识,这里就是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大家好,我是新华小记者何穆希,我是新华小记者韩明竹,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增和性航海博物馆,中国航海博物馆,启发了许许多多青少年的航海梦。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展馆,去了解这些激动人性的航海故事吧。 在我身后的是,全管最大明代浮船,这艘船船,船体总高9米,主围杆高达27米,船长31.3米,外宽8.8米。 这1比1比例建造的古帆船,带我们穿越回600多年前镇河下西洋时期,登上明代浮船,古代航海的壮阔景象,瞬间浮现于脑海中。 从羊皮法子到独木舟,再到如今的巨轮,航海历史馆按从古至今的时间线索,向我们展现了中国航海技术的起源与发展。 这是全管最贵春秋大一战船,你见过通平以纯金打造而成的船吗? 而这还不是大一战船最令人惊叹的地方,在如此小巧的一艘金船上,上下两层分别载散的士兵挖江手,就连战斗所有的弓箭细节都孜孜可见。 这是全管最久远,大名混一图,它是我国目前已知,由中国人绘制的尺寸最大,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好的彩绘世界地图,也是迄今为止能见到的,最早描绘非洲的世界地图。 航海与港口馆主要展示海洋环境,保障船舶航行情的各类仪器和技术。 航海人馆zub 航海人馆 海员馆向我们展示了,从古至今中国海员的光辉历程和工作风采,更有特色互动展象。 陈首节体验和集聚人气的三地航海模拟器 让我们沉浸式的领略黄浦江畔的一米将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船舶管主要展示现代船舶的结构与设备以及不同取代的造成技术 这里可以看到万吨级货轮高仿真抛面模型 这还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观察到船舶的内部构造 海市与海盛安全馆通过实物模型多媒体电子地图等下海市与海盛安全馆 海市与海盛安全馆通过实物模型多媒体电子地图等下海盛安全馆 向您全方位展示海市严格与海市监管执法 海上救助 海上打捞以及返海盛专题内容 军事航海管带我们领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发展历程 以及精彩分成的军舰知识 这里有各类军舰模型 海军军旗及海军军装 高仿真复原了潜艇指挥舱 室外还承载了箭载火箭炮等实物 这里真是军事迷门的宝库 谢谢品味上海中国航海服务馆 我们将感受到一代又一代航海人既往开来 为祖国的航海事业艰苦奋斗 勇往直前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 来中国航海博物馆出海远航吧 通过在中国航海博物馆的学习 我们将会不忘历史 缅怀过去 坚定信念 展望未来 为祖国的航海事业和未来发展无限努力 与中国航海博物馆一起 传承航海文化 传播华夏文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